据路透社和半岛电视台网站等外媒综合报道 在科索沃局势持续紧张的情况下 科索沃司法部门为了缓和紧张局势 28日释放了赛族前警察德阳潘蒂奇 转为将他软禁 与此同时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器级的斡旋下 科索沃北部的赛族人同意 从29日上午开始拆除路障 以响应国际社会缓和紧张局势的呼吁 路透社称 科索沃普里什蒂娜法庭发言人表示 应检察官办公室的要求 被捕的科索沃赛族前警察潘蒂奇 已经获释并被软禁 潘蒂奇因在抗议活动中袭警而被捕 随后引发当地赛族人与警察冲突不断 并加剧了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紧张关系 报道称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级28日 在塞尔维亚城镇拉什卡 会见了来自科索沃北部的赛族人 他说拆除路障的工作将于周四上午开始 武器级说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一段时间 他还说 美国和欧盟正在调节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当局之间的谈判 以解决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 并保证不会起诉任何设置路障的赛族人 报道指出 拆除路障有望缓和紧张局势 但科索沃局势仍然颇为复杂 路透社报道 28日早些时候 科索沃宣布关闭与塞尔维亚最大的边境口岸 这是自12月10日以来关闭的第三个国经典 另外还有三个国经典开放 路透社称 地方法庭释放潘蒂奇的决定 也让科索沃当局部分官员感到愤怒 包括科索沃当局领导人库尔蒂和司法部门负责人哈希 库尔蒂说 我非常想知道谁是提出这个要求的检察官 哈希说 我不知道如何理解一名被控如此严重恐怖罪行的人 是如何被软禁的 另据半岛电视台网站报道 国际社会继续呼吁保持克制以防止科索沃爆发冲突 委约住科索沃违和部队 呼吁科索沃各方不要挑衅 努力确保安全 并确认其支持通过对话达成协议 以结束紧张局势 美国和欧盟发表联合声明称 双方正在与各方合作 寻求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解决方案 并就有利于该地区稳定的路线图达成共识 美欧联合声明还呼吁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促进有利于和解的环境 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立即采取措施平息局势 不要进行任何挑衅或威胁 报道称 另一方面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否认西方 指责莫斯科助长巴尔甘地区紧张局势的说辞 并表示塞尔维亚是一个主权国家 在那里寻找俄罗斯的破坏性影响是错误的 他强调 莫斯科正在密切关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当局之间的事态发展 我们正在关注如何保护塞族人权利的进展 我们支持贝尔格莱德采取的措施 我们下面 During This pizza 我们下 Kathy 今天下 숨见一会儿 我们下期见您的战功能 们下期见 这下期见